兩個首富的戰爭正式開打 兩大首富 第二回合PK 太精彩了 我平常很少看忠實社論 剛才仔細的敗讀 自爭俱焯 哇 這個真的太精彩了 裡面殺痕累累啊 見刀見血 把國民黨說 國民黨要再次被郭台銘糟蹋嗎 哇 這個都國難聽啊 國民黨被糟蹋耶 泱泱大黨被郭台銘 而且他意思是說你郭台銘 你要回國民黨可以 把你的話給我吞回去 他說國民黨是一個無法撼動 無法撼動國民黨的分章腐朽文化 那你今天你要投身這個分章腐朽嗎 要求你郭台銘登報道歉 問你當初只能夠登蹤 望望相關的報戲 郭台銘也要求他們三十一個登報制議 郭台銘要這三十一個人不只登報 要寫回過書 因為傷害太重 他說今天傷害還沒有痊癒 所以我不需要講 我插一句話 可是等一下的照從柏 juegos跟蹈 Pain 是說郭台銘要先道歉 對啊 所以常 saber什麼 郭台銘先道歉 然後就回國民黨 對 為二零一九年那個道歉 為批評國民黨是軍賬貪腐的 扶朽 要為這個道歉 當然啊 我講實話還要叫我道歉 你們玩政治的人很奇怪 你是針對當時你的民調輸 你輸不起 你覺得郭台銘會道歉嗎 你輸不起 你把我們國民黨說的一文不值 分張扶朽 好像那個民調是做假的 或者這個民調是根本是背後操控的 這個是一個極大的人格侮辱 黨格的侮辱 然後他還說 說你郭台銘是把國民黨當工具的外來人 踩著別人上位 說你是外來人 你跟我們國民黨沒有關係 你是想利用我們國民黨 把我們踩在下面 然後你當上總統 把我們國民黨當這種工具 最後這個非常 他還說 他說你要買這個疫苗 都是用紅海的股東的錢 我覺得這是臺灣第一個敢跳出來質疑 郭台銘買疫苗 即便連民進黨都不敢質疑 民進黨都樂觀其成 感謝郭董 民進黨都不敢罵 現在是望董罵說你這個錢 是什麼意思 你小氣巴拉 你不敢有你自己的錢 你至於有你們基金會的錢 那個錢也不是你的錢 你是扛他人之鎧 意思是這樣 你有辦法從你自己的金庫套錢出來 你不要從紅海套錢出來 所以就是說你這個是什麼 假善人 不要在那邊裝了 偽善假善人 這個很嚴重 然後他說你更誇張 我們望董跟對岸的關係好不好 好啊 你在對岸投資 他說你在大陸的經濟糾葛 會被民進黨批評 感覺是什麼 所以你在對岸投資 是有問題的 會被人家抓出把柄 他說你對大陸的批評 會讓你的選舉面臨極大困難 就是說你郭台銘 你兩邊都不討好 中國也討厭你 你估計事情會怎麼發展 你估計事情會怎麼發展 這個只是剛剛開始 而且我覺得這個指控 所以現在只是亮出 而且這個指控多殘忍 他說你郭台銘對國民黨好嗎 你對台灣人真的關心嗎 哇 他買這個疫苗 我看到民進黨都不敢罵 他竟然竟然說 以後郭台銘被額頭要寫 真愛台灣 所以說 我幫他補一句話 要刺心 你打成這個樣子了 然後這時候 你記得當時郭台銘退黨之後 當時在傳著什麼 郭台銘的死亡筆記本 郭台銘是記憶很好的人 不是有很多人跟他掉錢嗎 所以國民黨到底誰在利用誰 你覺得郭台銘會道歉嗎 對 而且我們知道 當初江啟臣當黨主席 郭台銘的媽媽還借錢給國民 洪秀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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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這邊報告雖然說 你對國民黨毫無貢獻 完全抹煞 所以我覺得郭台銘應該要站出來開記者會 這對這個 這跟社論一一進行駁斥 然後他還說 你輸不起啦 你如果這次出選再輸 你要再宣布退黨退兩次 創國民黨這個有史以來紀錄 意思就是說你這個人 根本就是一個輸不起的人 所以就表示你這個人人格有問題 所以這不是三角戰而已 中間還有很多這個叫什麼 對 對 對 所以我覺得這場內戰已經正式開想 精彩的地方是螳螂補償黃雀在後 而且朱立倫竟然是黃雀 這誰都沒想到啊 郭台銘他竟然變成了螳螂 為什麼會這樣講 原本在一月 這是僵是老的啦 原本一月三號的時候 那時候靜週刊 他說有個獨家 說郭跟猴已經有談話過了 有個共識 郭選侯不選 但是那時候講的是說 郭是幕後是金主去拱 侯友宜出來選嘛 沒想到呢 侯友宜從這個年初的時候 一月一號元旦 他不是先講個旗子論 一直發笑 發現就是很草包 根本就跟韓國瑜沒兩樣 後來更致命的是 一月十七號的時候 T台他弄了一個民調 這民調出來之後 是不管是侯或者是郭 都可以打敗愛青德 這樣一出來之後 郭台銘原本想說 我當幕後金主 所以想想你民調這麼好 我就表示要拱我囉 他竟然在一月二十二號的時候 的話去廟裡面參拜 就是說 要不要選 要問神明 要向神明來去做決定 這樣講就是要選了啦 例如說我沒有要選的 我也不會可能問神明說 我要不要選 所以每個說要神明決定的人 就是自己很想選 不然這問題根本不會問 換句話在這個階段上 就是螳螂捕財 郭台銘原本從金主轉身變為 要把侯友宜給吃掉 因為發現說沒有侯友宜一樣能贏 結果更下一步更精采的事情來了 到了這個禮拜一的這個時候 朱立仁突然祭出夏立元這一招 這證明什麼 他有辦法秘密的進行 跟中國聯繫的一個管道 而且面對中國的一個高層 這個是當初吳敦義想要做也做不到 當初吳敦義他想要仿宗 可是礙於那時候在修法 以及中國對他有疑慮的關係 所以最後是韓國瑜去了香港中聯辦 而不是吳敦義本人嘛 現在朱立仁本來雖然沒去 可是小舅子高斯伯去了 他派出了夏立元去了 這一招一出來之後 這個郭台銘又嚇到了 為什麼這樣講 郭台銘他原本覺得 我擋掉了侯友宜之後 我來個郭朱沛 我是正的 朱立仁是負的 結果沒想到 這禮拜一的時候 朱立仁架出夏立元這一刀 那很顯然是朱立仁 老神在在 嘿嘿我下個月可以去訪美 現在呢 我先跟中國打好關係 中國關係是好 一些親中的媒體 當然就會幫我講話 所以郭台銘急了 為什麼急了 他才跟朱立仁逼婚啊 跟說請國民黨拿出一套辦法 如果兩個人私定終身 默契良好 不需要公開喊話 私底下自然而然 朱立仁就會幫他那 像這張這邊所講 這邊我覺得很有文學性的說法就是 從倉庫裡翻一翻 看有沒有八台大教可以公贏郭台銘 如果你默契很好 朱立仁的教旨早就抬出來 也不需要郭台銘公開去問他拿辦法 拿辦法意思就是給我個交代 對啊 請給我個交代 你到底要不要娶我啊 給我個交代 朱立仁就說 我現在沒辦法回答 我這樣聽你們分析 我覺得郭台銘出現的機率也降低了 也降低了 沉不住氣 朱立仁提高 朱立仁是最低的 那當然郭台銘這樣一講之後 太精彩了 最生氣的 這個就是案外案 這個整個忠實集團就生氣了 為什麼 因為旺董原本就跟郭董 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嫌隙嘛 所以說其實這兩個之間的糾紛 這樣子延續下去的結果 我覺得講出了很多的一個真話 那對於生氣男人來講 其實最影響力是最大 就是這句 郭台銘如果再次輸掉初選 是否要痛罵一番之後 宣布退黨 重提二零一九年分裂了這個問題 分裂就是這樣 然後又再去跟柯文哲眉來眼去 變成郭柯佩 從郭朱佩變成郭柯佩 國民黨若再為郭開巧門 二零二是外戰先敗 又不夠 又一丟 二零一九高調助黨 退黨 郭伴承治國民黨 你不要勾勾 因為他那時候退黨的時候 國民黨一開始說 北北 臺北市是建議說 予以未留 那中央就要未留 他就說 你不要給我勾勾勁 至少三篇伺候郭台銘 大炮小炮都來了 這個國民黨的宮廷劇 向來是最好看的 所以這個你要知道 那個甄嬛傳一眼可以演數十幾 國民黨的這個未來連續劇 恐怕比這個還精彩 其實這個我覺得其中戲劇性變化最大的 其實是侯友宜 侯友宜其實你在一個月前 坦白講他都尤其在這次 這個九月一大選之後侯友宜其實聲勢是很高的 但是沒想到他現在慢慢的一而再摔三而結 我認為他最主要是他的他是完全失算 侯友宜能夠出來只有一個狀況 就是第一個叫做黃袍加深 或者是換另外一個名詞叫眾星拱月 但是侯友宜現在發現說不對啊 如果朱立倫推了郭台銘出來之後 發現好像他慢慢的就黯淡下來 不是說只有他一個可以這個獨撐大局的感覺 所以這個時候國民黨內大概就會 開始分頭的這樣的一個討論 那目前看起來 朱立倫確實是站在一個高點 朱立倫現在是可以掌控大局 所以現在未來很多人在提到說 那未來要怎麼解套 即使郭台銘現在也要聽朱立倫的 那侯友宜現在也在等朱立倫到底要怎麼辦 那朱立倫到底要怎麼處理 其實尤其是國民黨 你看他每次的這個黨主席的這個選舉 坦白講這個 不是這個黨的總統候選人選舉 其實都可以變來變去 離譜到說即使正確提名之後 都還可以換柱 所以未來怎麼講 但我真的很難預估 朱立倫那麼高手 全科累累 那個全代會都已經通過說 紅袖出是總統提名人 都還可以再開一個臨時全代會 所以你覺得一百集演得完嗎 所以這個很難演啊 那重點是在於很多人在講說 那郭台銘怎麼回來 郭台銘要不要回來也是朱立倫一念之間 真的 你要知道有同舟計畫1.0版 就能夠有同舟計畫2.0版 大家也知道同舟計畫1.0 是為了復婚期嗎 同舟計畫2.0 再為這個郭台銘再開一條後門 這有什麼困難 這一點都不困難 但重點是郭台銘自己要想一個問題 就是說郭台銘那個人是要報名的 他是生理人的 他一定要算得很精準啊 我今天如果回來 一樣是要民調 然後就重蹈過去復測 跟這個跟國民黨內的人做民調 坦白講他心裡也有疑慮 他一定是一定是極盡所能的 希望就是說好我回來你國民黨 但是就是能夠順勢有一個組合 讓我可以順利出場 我覺得他一定是在談這個東西 但是你現在想想看 侯友宜他現在是民調最高的 但侯友宜他現在卡在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也希望可以徵招 因為用民調雖然我覺得 以目前氣勢上來講 侯友宜的民調雖然開始走下坡 但是還是維持一定的程度 還是最高就對了 但是問題是侯友宜他就不能參加初選啊 因為只要一有民調就是初選機制 幾乎就是初選機制啊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現在國民黨內會變成是一個僵局 那這時候突然又殺出一個陳曉晶 就是這個旺旺集團的這樣的一個出手 所以現在已經變成一個亂集團 就是先來個會外賽有沒有 對 所以你不要 強勁的對手 我覺得現在反而在國民黨內 現在反而突然 本來就像剛剛主持人講說 說什麼八趴十趴的朱利潤 現在突然一樣成為一個最高的狀況 未來最有機會出現耶 未來情勢變化很大 我另外再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柯文哲 你不要你不要小看柯文哲 柯文哲現在擺在旁邊 他看似不講話 其實他眼睛看的 他就像一個那個隨時要等待獵物的爆 你知道嗎 柯文哲他有一張 這個執照是價值無價的 就是他隨時有一張門票 我隨時可以選總統 我隨時可以有人來提名總統候選人 所以柯文哲在虎視眈眈 那到最後為了這個民眾黨的生存 或者為了最大的利益 有沒有可能郭柯沛 最後也有可能 所以這個其實是一個非常多角縱橫的一個角力 所以我認為現在是一個亂集團 還在我覺得也不講 沒有辦法講到盤整 現在是正在裂解的時候 到盤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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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不妨 到盤全球